大少爷 大少爷怎么来了 你认识大少爷 你得帮我个忙 我这几天得罪大少爷了 不能碰见他 你得帮我想个法子 你也得罪大少爷了 是啊 我以为全府少爷 就我一个人会得罪他呢 我说的是真的 我说的也是真的 这 我来引开大少爷 你赶紧走吧 谢谢啊 没事 没事 少爷好啊 你怎么在这儿 我在锻炼身体呢 什么人 少爷 是这野猫 来人啊 少爷 你别喊 你干什么 那边没人 来人啊 少爷 少爷 我来救你了 少爷 来人啊 我来救你了 少爷 来人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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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少爷 我真的不是有意推你的 刚才逃走的那个人是你什么人 他 他是我一个朋友 说是得罪了尚爷您 担心打了账面让您生气 叫什么 我也不知道 他说是来辜负学做生意的 来当学徒的 学的是清账的算吧 还是玉事见真啊 这么说 你在府里交了个朋友 不知道人家叫什么 也不知道人家是干什么的 你们私下碰面被我撞破 你为了保护他 就把我推进莲花池里 少爷 对不起 和不明底细的人交朋友 万一你假扮婉儿的事情被揭穿 你兜得了这个题吗 少爷 我朋友他绝对不是这样的人 是 人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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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少爷 少爷 你怎么湿了 怎么又有苏小婉 心跳得这么厉害 难道我真的喜欢上那个冰块链了 什么 小婉把少爷推进莲花池里 没错 是我亲眼看见的 真是太过分了 如果一个人见到自己喜欢的人 就会心跳加速吗 一个人见到自己喜欢的人 当然就会惦念 会紧张 当然也会心跳加速了 二少爷 苏小婉现在正在老夫人的房里当职 知道了 大少爷吩咐过了 苏小婉服事的时候 任何人都不许进去 你是奉命行事 我也不为难你 你让我过去 对 我就在门口看看 我不进去 这些啊 都是婉儿亲手做的 看合不合奶奶的口味 嗯嗯 好吃 真好吃 好吃啊 那我以后再给奶奶多做一些 好 还是我的婉儿最疼奶奶了 婉儿 我今天来过的事 你不要跟任何人说 是 少爷 如荫大夫开的药已经煎好了 知道了 下去吧 嗯 怎么是你啊 你昨天把它落在我这儿了 今天给你送过来 哦 谢谢啊 没事 哎 对了 我给你打听个事啊 你有没有听说过 婉儿小姐 你为什么突然问这个啊 没什么 就是我听说 府里有个叫婉儿小姐的 走丢了好多年了 顾府一直在重金寻人 我听说赏金特别高 要是被我找找了 那我就发大财了 大白天的 别做什么白日梦了 我有事我先走了 难道被她发现了 不可能 一定是我想多了 你有没有听说过 婉儿小姐 啊 你为什么突然问这个 顾府一直在重金寻人 又是被我找找了 那我就发大财了 看你魂不守舍的样子 是不是服侍奶奶的时候 惹了麻烦 麻烦 什么麻烦 奶奶怕苦 今天换了新的药方 比之前苦了许多 奶奶可喝完了 哦 那是责任 一定不胜 还是说 你瞒着我 又惹了什么新的麻烦 怎么会 是吗 话说 卢大夫这新方子 效果真不错 奶奶喝了感觉人精神许多 大少爷 这是这个月 珠宝行的账簿 好 我去拿点夜宵给少爷 来 多亏元和来得及时 以后得对她好点 小婉 来 苏小婉怎么去了这么久 她还没回来 那我去催催她 苏小婉 厨房没找到房间里也没人 正是当值的时候 苏小婉这家伙跑哪儿去了 九霄 站住 你有看到苏小婉吗 没 没 啊 秋香 秋香 来来来 秋香 现在万事俱备了 就差你这个东风了 你只要把苏小婉 带到这个角落里就行了 这里头往废弃的别院 平常根本不会有什么人进来 我们把她关起来 吓吓她 这样不好吧 秋香 你就是太软弱了 才让苏小婉那个臭丫头 抢了你一等师女的位置 你就不想给她一点颜色看看 那 那好吧 我答应你们 岂有此理 你们闹得太过分了 要真出了什么事怎么交代啊 少爷 我知错了 少爷 现在怎么办 先把人救出来 其他再说 这里地处荒凉 空置多年 你先回去叫些人过来吧 我进去看看 少爷 这里你进去不好吧 还是我先进去吧 你快回去 少爷 这里 赶紧去 是 是 那您自己注意点 哥哥 嗯